成神之日这部动画,已经步入第七话了。从内容来说,从开始到第七话的内容,大多都是男主和女主,身边众多角色之间的互动。看起来和主线内容,没有什么特别的联系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第七话的结尾,对于女主的身份揭秘,出现了重要的内容。这也不禁让人猜测,接下来的故事,是否要围绕主线发展了呢?说实话,成神之日如今的剧情。 从感觉来说,并不算特别的惊艳。尤其是对于一开始充满期待的观众来说,甚至会有一些淡淡的失望之情。毕竟,直到第七话为止,他几乎每一话,都讲述了一个小小的故事罢了。但是,要是说成神之日是否让人看得开心呢?还是有的。 而且还非常的不错。比如说,在第七话当中,在男主和女主,从开始和多位角色建立的羁伴之下,为了实现妹妹的愿望,开始了拍摄电影。 这放在动画一开始,以男主的人际关系来说,是难以实现的事情。说明了学姐的拉面馆。因此得到了对方的说明。参加了麻将大赛。因此得到了经济来源和工具人。 这些看似没有联系的事情。将人与人之间。联系在了一起。其中,更是以女主厨。各种各样有趣的表情包。让人觉得有趣。更重要的是,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。男主和女主之间的羁伴。之间的感情无疑是得到了加深。 在参加妹妹的电影拍摄中。两人无疑是将戏外的感情。带入了戏内。在除发脾气。闹别扭的时候。男主会用温柔的态度安慰对方。在男主的安慰下。主也会露出有趣的表情。作为男主的青梅竹马。他一直喜欢的女孩子。更是用一句话点明了男主和女主如今的状态。 那就是男主和竹在一起。看起来好开心。这不就已经算是明示。男主和竹之间的羁伴。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很深了吗?而且。就像青梅竹马所说。观看成神之日的时候。能够感到开心不就够了吗?